我的好的评论 不是针对我胡歌的 而是针对我的角色的 角色的成功才有胡歌的成功 就比如说你在《狼牙榜》中的 《梅长苏》这个角色 其实你之前也演绎过很多古装的角色 当时是怎么又会去选择 这个古装剧呢 的确在接《狼牙榜》之前呢 我有过那么片刻的犹豫 因为我也觉得好像 之前古装戏演的太多了 有那么几年的时间 我一直想从古装剧的这个圈子里跳出来 我后来接了很多的现代戏 包括年代戏 我甚至还花了一年的时间去演话剧 但是其实仔细的来看这个小说 和看这个剧本 你会发现 他跟我以前演的 绝大部分的古装戏都不太一样 这个角色很特别 无论是从演绎的难度来说 还是对手来说 我觉得都是很难得的 我觉得如果我错失这个机会的话 可能以后就再也找不到 这么好的这个团队 所以我也 我也很庆幸 我庆幸 你觉得扮演梅长 对你来讲 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 有两点 一点是台词很难 因为它不是全部的白话 还有一点难的是 这个角色的设定 因为它时时刻刻在 压抑着自己的情感 它是一个内心非常内敛的一个人 其实在演艺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的情绪 只能靠细节眼神 去表达 去表现 这个也是在我以往的 表演经验里面 比较少见 其实你本人觉得 你自己和梅长 身体那么差 而且他太聪明了 我觉得那么聪明的人 他会活得很累的 我觉得还是简单一点比较好 生活当中我觉得简单一点 会活得比较开心一点 五个月的拍摄当中 有没有哪一场戏 是你觉得最难忘的呢 有一场戏 是我跟小飞刘之间的 一个对话 就是我刚刚把这个 这个谢侯送进了大牢 其实我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 我是出卖了兄弟的感情 然后也对无辜的人造成了伤害 其实我是不愿意这么做的 可是我没有办法 因为每一场苏 他回到京城 他是背负了七万 七万的这个亡灵 他要帮他们招学 他是背负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使命 所以在那一刻 他对小飞刘说了一句话 他说人的心会变得越来越硬 对 就那一场戏其实是很难得的 梅长苏那么直接的去表达 自己的内心的情感 他平时是不会把这些释放出来 苏哥哥不舒服 会好吗 会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人的心 会变得越来越硬 见过郡主 苏先生 那其实刘涛饰演郡主这个角色 跟你有很多对手戏 那你在拍摄之前 其实和他私底下熟不熟呢 我也是拍这部戏才认识他的 他比我想象的要年轻 年轻 因为我以前对他了解 就是他已经当妈妈了 然后有两个孩子 可是我看到他的时候发现 他还是挺像一个少人 好活泼 其实他生活中是一个很大气 然后很直爽的一个性格的女孩 那么先生是想选太子 还是选豫王 我想选你 荆王殿下 王凯他饰演的荆王 那观众也觉得你们对手戏 非常有火花 那拍摄过程当中 你觉得他和你以前想象中 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收工以后 大家都挺好玩的 刚开始的时候 还没那么熟的时候 就是在片场工作的时候 都挺严肃的 然后收工以后 脱下这个戏服 就发现 其实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就特别可爱 特别搞笑的 就你本来以为他是酷酷的 对 不知道荆王殿下 能否在黄昏前赶回来 不到最后一刻 我绝不会倒下 谁都不能倒下 另外还有一个是陈龙 陈龙是饰演蒙大统领 那他有说过 他和你在对戏的时候 你经常笑场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他太熟了 我跟他认识十多年了 私底下是特别好的朋友 所以 他会笑场吗 他也会 但是我笑的会比他多一点 是因为他太搞笑 因为他真的很好笑 因为他把蒙娜同龄演得很可爱 对 他又有英勇一面 又有蒙的一面 那梅长苏是一个经历过 涅槃重生的角色 那其实你曾经也经历过人生的低谷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是什么东西令你那么坚强地走到今天呢 我觉得这个是多方面了 多方面的 有自己的调整 自己内心的不断地调整 还有就是周围的人给你的越来越多的给你的信心 经历过重大缩折的人 他能够再回来 一个是靠的是勇气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他再回来的时候 他面对很多的事情 他都会表现出无畏 无所畏惧 因为最糟糕的 最艰险的 甚至是死亡 他都经历过了 还有一点就是 我搞明白了一件事情 其实演戏不是演帅 而是在演戏 可能你的样貌 你的形象跟以前相比有距离了 但是这一份特殊的经历 对一个演员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而且是你独一无二的 那狼牙榜是被很多观众认为 近几年的国产剧的良心作品 甚至是卖到海外也有很好的口碑 好像我之前在采访韩国歌手郑融合的时候 他也说是你们的粉丝 你们作为演员来讲 这个自信心还有成就感 是不是也会越来越高呢 当然这个自信是跟你获得的成绩 可能是成正比的 但是也不绝对 也不绝对 比如说我现在就好像没有那么自信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以现有获得的成绩来看是不错 可是如果之后要在超越之前的成绩有点难 所以我还需要更多的积累和沉点才可以 那胡歌已经挑战了很多角色了 还有没有什么角色是你特别想要挑战的呢 很多了 其实没有演过的角色我都有兴趣 想要挑战 对对对 我听说你想演医生啊 医生是对 医生是我蛮感兴趣的一个职业 因为从小跟医生的接触比较多吧 我对这份职业有 怀有一份敬畏之心 其实现在真人秀节目也是非常火 在内地 那很多明星都会参与 不过好像就没有看到你参加真人秀节目 是为什么呢 不喜欢吗 因为我去参加真人秀节目 你就看不到狼牙榜了 就看不到围装长 就是实在没有时间了 胡歌狼牙榜很快就要在香港播出了 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香港观众说呢 香港的观众朋友们 其实呢 我之前也有挺多的戏在香港播的 相信大家对我也不陌生 但是呢 我相信在狼牙榜里 你看到的狐哥一定会有 让你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因为那是不一样的演绎 不一样的狐哥 谢谢狐哥 谢谢 谢谢